作词 作曲 刘旭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下相声的甜品 我都不能成为我的献 吸那个鞠 吸那个鞠 那小小的声音 一样一屁就吸 然後一下子就找到了 牙宝吧 這個牙床爸爸他們最小的那個牙弟弟 大家都叫他小牙 因為他個子小 然後啊小牙 他因為個子很小 媽媽 我怎麼都沒有長大 你都沒有要比哥哥姊姊 哥哥姊姊問他說 小牙你要吃我們都會給你啊 為什麼你要用搶的 小牙很生氣 他說 你們都把好的吃光光了 我都沒有東西吃 長不大啊 炒的聲音啊 這出來還不很好 為什麼要搶走 哥哥姊姊說 小牙把我們的花蕊子 全部都搶走 然後吃他自己 吃完自己的早餐之後啊 哥哥姊姊們 也出來要吃早餐了 小牙就會跟他們講說 這裡還有好多好多 都給你們吃 有一天啊 他自己在找花蕊子的時候 忽然看到五隻很大 然後黑黑的蟲子 跟著他走 黑蟲子 越走越靠近 小羊就嚇到 他就大叫 黑蟲子就笑嘻嘻的說 哈囉別怕不要怕 我的名字呢叫螞蟻我想看你做 小羊很高興 小羊很高興 他出來找食物 他會交到好朋友 小羊問螞蟻說 你是不是很久沒有吃飯呢 怎麼肚子變變的 螞蟻說 不是啦 我只是剛剛沒有吃飯 肚子有點餓 他就把那個小羊抓住 然後小羊嚇得全色發動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突然螞蟻來了 跑到這個大花殼蟲旁邊 他把那個用力的 把這個大花殼蟲咬兩口 然後大花殼蟲 用的把嘴巴鬆乾淨跑掉 那小羊是不是又得救了 對不對 他就破舊啦 小羊嚇得顏色發白 趕快拉著螞蟻的手說 謝謝你 螞蟻說 我們最好朋友啊 應該要分享吧 上次是你跟我說 現在我也要破舌 好 好 好 我知道你剛剛很專心 請問一下 請問 那 媽媽知道 小羊把那個花蟲子都弄翻的時候 媽媽有沒有直接罵小羊說 因為都翻了我們的食物 全部弄 全部都沒有了 都是你 有沒有 還是陪他們一起告告 他們一起告告 對不對 沒關係 對不對 他講的對不對 對 然後 哇他第一次耶 很厲害喔 今天 你有沒有打個嘴尖 很相信 還要專心很多 有 有 他的分數太少 他好像覺得 他上次做的 今天 一定要更認真一點 嗯 他一定是這樣想 對不對 對 他說對 好接下來 小寶 也是簡單 可是有一點點 小羊 小羊 啊 自從 爸爸媽媽 媽媽 陪他呢 陪他一起 禱告 以後啊 啊 啊 他跟以前不一樣喔 是哥哥姊姊早起 嗯 他是 直接 說 我要趕快去吃 他可以吃 爆囊 馬上拿起來吃 還是 每次 都 要吃 小褲蟲 吃 小褲蟲 喝小餅 然後再 出去 房間 再去 吃 早餐 對 很棒 他講的有沒有對 對 好棒喔 你好像只要 欸 講錯了 沒關係 更好 待會有那個 專心等等 所以 能講 好小 嗯 好 好 很 好 好 我 在你 我 我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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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自己 在你 你 在你 你 在你 你 在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